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军出赛阵容 葡萄牙排出4-2-3-1的阵式 守门原来迪奥高哥斯塔 四个后防球员 简赛努·努宾迪亚斯 比比 以及扭努·文迪斯 两位中场球员 埃真亚和柏莲娜 几位攻击球员 班纳道斯 班努·菲兰迪斯 里奥再回答斯朗拿道一 斯洛密尼亚的阵式 4-4-2的阵式 守门原来奥比利克 右后防球员 卡宁斯利 杜古石是他们的中坚 拜约又是他们的中坚 巴高域 这一场鼎替受伤的队友 停赛的队友 应该说出任左闸球员 四位中场球员 史杜赞努域 斯莲 伊连斯克 以及马拿卡 两位攻击球员 都是见惯见熟的 金甲斯 诺文尼亚 包括瑟斯高 赛塔 史波娜 葡萄牙这一场球员 可以说是态度正确 积极 派阵出来也是他们的最强阵容之一 不过有一点 我想说 他们拥有这么强大 旁大 这么好技术的球员 但仍然差一点配合 当然他们的配合不是比利时 意大利 克罗地亚那些差 但很可惜一点 差一点 少少高度默契的配合 那样东西所说的就是欠缺了第一时间的传送 或者三四个球员在斯洛文尼亚禁区顶 作出一些快速的推进互传 很多时候你看到葡萄牙的攻势一下 就算是纵使斯洛拿路折兵的直线 那一刻去到 起到脚 入与不入 接着没有石坦波 没有二度组织攻势 那是这对葡萄牙 在这一届赛事给我们看到 处理得比较差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点就是 斯洛文尼亚禁场波所排出来的阵容 或者是他们球员的本质 高头大马 肌肉人场 每个人都身高1米8多 1米9 大家查一下记录就知道了 甚至是后备换进来的 大多数是有一个球员身高低于1米80 在这么高大的身形下 居然对着葡萄牙起到一个很强大的防务作用 再说的是葡萄牙在左右两路的攻势 其实做得不是太过贯彻均衡 不是没有 右路有班拿道斯说 你上脚的时间一定不会少 上半场左路里奥有很多上脚的机会 再加上纽劳文尼斯这么高速的左插球员 但是他两个的配合 我觉得差一点 不能够是产生到像西班牙那边的 尼高威尼布斯 再加古古尼亚 那种大家相互配合的作用 更加多是像轮流离一段 好吗?好啊 你去的 那另外那个又怎样呢? 好了 我们搬回右路了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班拿道斯华开到上来 是去到下半场才看到这个简歇路 很多时候在下半场的前半段 都好像右翼姿态出现 班拿道斯华就收回后 和退回到中路一点点 让空位出来让他走 那这些令我们看得到 其实你是可以配合到的 你是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会是一人一段呢? 是吧? 当简歇路在右路上落比较多的时候 又轮到左路的利奥 突然间好像忍了刑那样的 那这对葡萄牙为什么不能够收起那个攻势 是均衡持续地两边都右上右下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疑问 照看他们甚至乎在比赛里面 他们做得到出来的 但是又不是说在整场球场上 这种频率不断地展现 但是你有这样的能力 我认为赛里面有很大的寄望 但是又换走一个覆盖范 就是很大的育珍夏 这位中场球员 当然这样一退位 赛里面就当然站在斯朗的附近 把班努·菲兰迪斯斗抗后 把他斗抗后 就像第一场球对着捷克 整场球被迷失了的班努·菲兰迪斯 你要他从后 斗着用球派牌 对着进攻能力不是太强的斯洛文尼亚 其实他真的有限阔步 那你说是不是靠班努·菲兰迪斯 因为我们需要他放过头球 长球去进去斯洛文尼亚的禁区 让斯朗和祖达那些禁区 斯洛那样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我刚才不是说了 斯洛文尼亚 个个都昂藏七尺的高度 你这样打进去 谁有好处呢 不用说了 你还教别人如何防守 那你变成了 你换了祖达进来 但是同时你又弱化了班努·菲兰迪斯 为什么你不够将抽起班努·菲兰迪斯呢 玉珍亚他被换走的时候 一念不爽 他其实看得很好 这个球员 对吧 金戒以来 你放回他在中场 中场又不用调动 又不用动那么多位 他活动范围又大 因为你不够胆抽起班努·菲兰迪斯 好了 那去到下半场的76分钟 调走李奥 换入这个我挺欣赏的干斯卡奥 名将之后 子仔干斯卡奥 但是很可惜一件事 干斯卡奥进来 其实整个帮都在找着他的节奏 多番企图在边线突破 似乎无论是一个推进 传送也不太成功 推进上 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 他的布囊很小 因为子仔干斯卡奥 他比较矮小一些 布囊想说那件事 你想想对面的巴高域 这个是接近身高1.9米的左閘球员 你揽揽两步等于别人揽揽一步 只不过是 所以推极你都不去 像大人与小人角那样 那干斯卡奥看来 在用那个球队的能力 要提高才行 毕竟他还是年轻的 其实这场球队 所有葡萄牙 比较具威胁的攻门 都是来自斯朗拿道的 包括接影队友45度角的斜斩 高空球队 只差一点就顶到 下半场一次接影直线的突入 转身射门 是黄金的 但是又被对方的门将奥比利克党出 所有来自斯朗 再加上他几次在禁区外的 一些中路的远距离的罰球 几次是否落叶式的罰球 但是 始终都是差一点 不是很中拢 在上面你看到巴拿道斯说 好像游离于进攻投入火热状态之外的 是一个控球型的球员 即是要给这么长的形容词去形容他 另外 班劳菲南迪斯 也有一些后上的攻门机会 这个就不太详述了 因为那个威胁也不是很大的 我在想一件事情 斯洛文尼亚拥有这么高大的身形 但是我们很多年前已经是 剔除了这件事 德国高智没有用的 踢球 很多年来都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金战欧国盃 去到这一场球 令我们大开眼界的地方就是 原来他身形高大 靠身材 真是可以的 今时今日这一招 我觉得真是一个奇境 不知是否刚好 葡萄牙又墮入这个圈套 好了 在这个下半场 曾经一度 疲弱攻势的斯洛文尼亚 真的依靠史波拿 或者史波拿也没换走的时候 换了伊力石 但是 他们仍然保留这个 王牌的新进前锋 当时释斯高 下半场有一次就推过了 这个比比 卖门射斜了 那些都是几黄金的 对斯洛文尼亚来说 接着去到下半场 应该说是加时的下半场 他有另外一次的机会 比比脱了 脚被他一路推到过去 一个硬射 就被迪奥高哥斯达挡出 这场球场真的有两个人不 一前一后 斯洛牙道和迪奥高哥斯达 老实说 整场球 斯洛文尼亚是没有什么攻勢的 两下突然间释斯高 一下他自己射斜 我当无数 另外那一下去到加时下半场 115分钟的射门 真是死得的 普通牙 他那个斯洛的烫射 烫得不够漂亮 不够高 但是 都要赚迪奥高哥斯达的反应快 我也是说这一句 整场球没有什么被人攻过 没有什么要做破构 突然一下起来那些 其实不容易处理的 还是去到加时的下半场 当然加时上半场有个高潮 就是迪奥高祖达推入禁区 中间这个杜古石 就困跌了 大家认为应不应该给12码 都要比的 虽然迪奥高祖达 都特意的左脚不收着 就等你左脚大腿那边 就一定跌了 他应该说 他懂得拨打 他应该说 懂得拨打到应该要比的12码 斯朗拿到射 但是这个射门够劲度 有角度 但是就比奥比利克 飞到 那时候大家会以为 葡萄牙 难道有这么大的暗涌 12码 还要斯朗射都不进入 斯朗射完 刚刚加时上半场也完场了 你看见他哭了口的样子 都很少见到一个 应该心理质素这么高 见惯大场面的 这么顶级的球员 居然会是 那一刻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要回到达洛志 或者帕莲娜 去安慰他 这一刻 其实是一个转折位 真的很重要 幸好他接着 户射12晚 他能站起身 就能够射入 当然 斯洛文尼亚就连续三个球员射失 三球射失 不是说撞柱 或者打飞机射高 三球都是被迪奥高哥斯特 能够撲走球 那我们就想起了 加时下半场 有释斯高那个 半单刀埋门 让他救起 即是 狀态回来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而我们眼见 加时下半场也换入 努宾尼维斯 和斯美道的葡萄牙 是不是有心 为户射12晚而准备呢 都不需要他两个出场了 这里轻轻再说一说 斯洛拿道射失了个12码 刚刚加时完整半场 大家队友维隆 应该是商讨过战术 如何振奋士气 或者预备告诉大家 会射12码 准备定 我会换走你们什么人 会射12码 进来好不好 但维陆斯是斯洛拿道一个人 越来越爆哭的表情 我看上去有一种不忍的感觉 我也是一百年多 以足球员来说 他见惯这么多 这么巨大压力的场面 那一刻他也没办法控制 这个人 是一个很真的人 在世界杯 回到球员通道 一念不爽的样子 是真的 那年轻的身手 按下他手机 也是真的 他的情绪就是这样 或者他有时喜欢抢风 因为他是大哥 他是明星 这些全部都是真的 一个这么真的人 那当然 这么大产市 如果射入了12码 他就成为英雄 但是 在他的领域 十拿九云 居然失守 这是第一个打击 第二个打击的 就是到了这么尾段的时间 可能我会记得过去 一些不好的印象 从来 普通牙国家队 在足球界别来说 都不是一帆风讯的 那万一 真是最后不幸 射12码也好 怎样也好 出了局的话 那他就会成为罪人了 就是这么辛苦 很挺到现在 最后是以一个这样的名号 收场的 相信他是极度不愿意的 我那刻觉得 斯洛拿道 真是 怪不得他39岁的年纪 他还能保持到 那么健康的状态 他不断地在自我边策 其实是很难得 我经常说 形容斯洛文尼亚 那个高大的球员 那个巨人阵 对于防务 有什么好处的地方呢 因为葡萄牙的进攻组织 那个变化不够多 而且打到禁区 都是只有斯洛拿道 一个为主 那变化不够 你想想他一个39岁的老人家 面对你整班 随时五个手 挣入禁区里面的 斯洛文尼亚的巨人阵 你想想他的难度是多高 以及球员之间 大家争顶跳起 互饰 即是触碰 力度那些肌肉的碰撞 大家有眼神的互亡 即是那些的压力 基本上斯洛拿道 一个人顶在前面 是承受了 我觉得他现在这一刻 反而比于2022年的世界盃 那个责任的担大 好像是更加来得巨大一点 我承认我最初 对于派他做正宣 仍然是有怀疑的 但是看过 其实两场分组赛过后 你都没有需要怀疑 第三场 设定出线 他仍然是要正宣上陣 他可能很渴望 争取入球 当然包括这场球 一局这么 对足球 完全付出百分百的人 作为球迷 我也百分百尊重他 一个这么真诚情的人 我更加尊重他 或者我过去对于他的看法 是比较抽离客观地欣赏的 现在 他这个玩意 令我更加投入去欣赏球星 你说他求王也行 怎样也好 斯朗拿道 是值得这么尊崇的地位 再说说多一点 斯洛文尼亚 整场球120分钟 他们不像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沉抹那场球 甚至乎整个加士 都是他们的世界 斯洛文尼亚也不是 但是去到加士下半场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在Expector Gold的 创制入球数值 斯洛文尼亚还要高于普通下 正正有色施高的卖门 如果他入球就一小子了 我觉得斯洛文尼亚会守得住 因为整体上 有稍稍批评普通话 这一场球就是 一路零比零 他们不是没有射门 但是 你觉得他们不像 快点 要攻入一球 那种很 很投入很狂的心态 是没有的 大家都仍然留于上脚猜船 所以我所说 他们始终缺乏了一些 一脚互存的快速推进 好的 今集节目时间到这里 到